晚間九點多在台南嘉里區 一間塑膠工廠發生火警 整個廠房陷入火海 消防人員連夜灌救控制火事 直到今天早上可以看到 由空拍機拍下 整個廠房火事還是持續燃燒 濃濃黑煙直傳天際 我們聽一下少找的訪問 熱塑膠工廠得到 目前是吹冬風 那我們有及時在現場應變 目前吹冬風不會影響到 下游大概七谷 安南跟嘉里 這邊的地方的部分 那因為他的火事是上沖的部分 算不至於對下游有直接的影響 由於東風駐長火事 農業也影響到台南嘉里 安南七谷等地區 環保人員是建議民眾關閉好門窗 所幸的火事已經漸漸受到控制 也沒有人員傷亡 期貨的原因及相關的財務損失 還要再進一步釐清